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延烧 可是呢 我们发现 只有网络跟中天新闻在报道 但是呢 对于所有的绿色媒体 不管是电视台还是平面报纸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不是知智带过 要不然就是根本停都不停 故意要把这件民进党的丑闻 拿一块遮羞布想要一辈子盖住 我真的很想嘲笑你们这些白痴的绿色媒体 你们在紧张什么呢 难道你们真的觉得 报道了王八宇的绯闻 就会影响到他下一届 不管是选立法委员也好 或是选台南市场也好 对他的选情会有影响吗 当然不会嘛 你们民进党那个不要脸的林飞凡 他不自己都说 民进党只要在台南推出 不管是任何人 就算是一颗西瓜都会当选 这是他的原话 难道你们自己都忘了吗 而且依你们绿色媒体 以及民进党在台南所下的洗脑功夫 台南这些愚笨的 到现在还支持民进党的老百姓 早就不在乎你们什么匪文还是不匪文的 就算民进党人杀人放火 我相信台南这些支持你们的老百姓 也不会在乎 因此像这种 不管是同居也好 或是开房间 或是一起睡觉都好 像这样的新闻 哎呀报道就报道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这些还支持民进党的老百姓 他们才不在乎呢 只要是写民进党三个字的人 反正他不管做什么都可以 就算是强奸妇女杀人放火 他们都不在乎 一定还是会支持你们的 只不过我猜你们担心的可能是 万一你们真的是坏事做多了 夜路走多了 总有一天会碰到鬼 也就是老百姓或许有一天会觉醒 有一天良心会醒怪 发现说 哎呀你们民进党这些混蛋们 你们做的事情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 因此呢为了怕这些愚笨老百姓 他们能够思考了 他们能够想说 他们支持民进党是对还是不对 这样的行为下 我猜你们的蠢笨脑袋里面 应该现在也在焦急的思考说 如何在洗脑老百姓 如何在帮王八宇冤晃 所以呢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毛髓自剑 我今天就帮你们想三个 可以帮王八宇冤晃的办法 你们参考看看 第一个办法叫做认贼做妇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媒体不是说 王八宇叫做海派的大哥吗 那大家想嘛 大哥什么意思 大哥在清朝就是皇长子的称谓 而既然有了皇长子 所以呢是不是一定有一个皇二马存在 因此要是王八也被认定为 海派的大哥的话 那我就请问 海派的皇二马到底是谁 所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看看这位海派的皇二马 到底是哪一位室外高人 结果呢我一查了以后 发现哦原来是这位室外高人啊 他不但是室外高人 而且呢好像还是一个绿眉的动作 然后呢我再查了一下以后发现 不查不知道 一查更不得了 原来这位所谓的海派媒体老董 他也做过跟王八也同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来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那个水果日报所报的 他说这位绿眉的老董 也曾经带过一个女预言 一起上过摩帖 一呆呆了一个钟头 那一个钟头会发生什么事情 坦白说我不知道 我只能说哎呀他可能在里面谈论国家大事 或是在里面交四书五金 甚至于可能去借个厕所也是不一定的 所以呢我只能说我是猜测 这个媒体老总 他带女预员去摩帖所做的事情 可能跟王八也跟人家同居所做的事情 有可能是一样的 我只说有可能哈 大家要是想到别的地方 那可就不是我的问题了 因此呢我就建议王八也 你一定要咬死这件事情 怎么咬呢 你一定要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那个海派的老董掌门 可能是我的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 我只是没有认他而已 现在发现了 原来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因此呢在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们的DNA都相同的状况下 我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就是遗传父亲给我的技能而已 大家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而且呢我严重抗议 大家为什么这样的污蔑我们父子 因为不管我们父子是租房子也好 或是带女人上摩帖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在里面 跟这些女人讨论国家大事的 大家怎么可以就把我们污蔑成 我们是在养小三 或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呢 不能因为我们是海派的 你就把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跟浪联想在一起 这样说不但不道德 而且是非常污蔑人的 你们知道吗 然后呢记得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声泪俱下痛哭失声 只要是能再把这些支持你们的 笨蛋老百姓骗到手以后 就算你王八也洗白的成功第一步了 这就是我教你的第一步 叫做任贼做腹法 好好的运用 保证你先成功一半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叫做把碗打破法 什么意思呢 因为台语有一句谚语叫做 意思就是你自己吃不到 别人也不要想吃 所以呢你把碗打破 大家统统不要吃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建议你 你现在可以把炮口对面 然后警告民进党 你现在要跟民进党同归于尽 或是御实俱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 你跟人家同居的事情被爆出来 难道你自己就没有怀疑过 是党内的人 你们民进党自己人 把你捅出来 把你暴露出来的吗 而且这件事情九成九 我猜根本百分之一百 就是你们民进党自己干的好事 为什么 因为七年来都没有被发现的状况下 为什么突然快要选举了 快要选下一届台南市长了 结果呢 你这个南部第一高票当选的立法委 这个个人同居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被爆出来 所以呢 我合理的怀疑 这件事情根本就是你们党内自爆的 你们党内一定有人眼红你 嫉妒你不但这么的高票当选 而且呢 居然还有美女相伴 可能更上一层楼 当上下一届的台南市长 所以呢 在双重嫉妒之下 你招人和你招人这么整理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假如你也怀疑 或是你也猜到整件事情 可能就是民进党 你们自己内部有人想要整理的话 那你的反击方式 当然除了炮口项内 或是跟民进党宣布说 你要采取玉石俱焚的办法 告诉你们的党中央 要是再不处理 这样有人在后面 同理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就把民进党 所有的丑事都爆出来 比如说什么军购案啊 庆赴案啊 或是这次国际疫苗 到底有没有回扣的问题 你通通讲出来 我相信只有你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民进党才会害怕 这就是我教你的第二部 把玩打破法 你只要警告你们民进党党中央 说要是他再不处理 后面有人统领这件事情的话 那你就把所有的这些军购案 统统爆出来 把玩打破 就算你没有办法选下一届台南市长 但是呢 其他人也不要想选 我相信 就算民进党党部不开心 可是老百姓 也会感谢你 把这些丑事通通说出来的 然后呢 要是你使出前面这两招 结果效果都不好的话 那没关系 不要紧张 还有最后一招 我帮你想好了 哪一招呢 就叫做 你们常用的 都是阿公的阴谋 这个老办法 大家听到以后不要笑 不要觉得这个老办法 可能没有用 其实我告诉各位 这个老办法是最有用的 尤其是用在王八姓身上 保证屡事屡众 百事不爽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虽然阿公阴谋是一个老梗 可是呢 王八姓他身上 可以有一个阿公送给他的大礼 什么大礼呢 就是阿公给了他一个封号 叫做台独首要战犯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大家记忆犹新的话 是不是就记得 王八姓曾经还自豪的说 阿公给他这个首要战犯的名称 对他来讲是莫大的光荣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把所有的事情 都怪给阿公的这样的条件下 你王八姓是不是可以在最后的时候 假如说什么招都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说 因为你是阿公所地的台独战犯 而你发现现在菜马桶 还有整个民进的 好像对老公的态度也改变了 就是他们好像也想跟大陆和谈 想要跪舔大陆 因此呢 才想尽办法 要先消灭你这个大陆所地的台独战犯 才有资格去跟大陆谈条件 说白一点 就是要借你人头用了 因为不借你的人头 他们就没有办法跟大陆谈判 才会在这个时间点 把你所有的事情都爆出来 目的就是要用你这个台独战犯的脑袋 去换跟大陆谈判的空间 因此这种用悲情 加上把玩打破的战略 我相信要是前面两招都没有用的话 这招有可能会成功 不过呢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不怕一万就怕一万二 意思就是 万一这个菜马桶犯二的话 把你所有的付出 以及所有的办法都不放在眼里 坚持要拿你的人头 去祭祺 去讨好老公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 我只要用最后一招 就是再开一个外挂 来帮你脱离险境 那是什么样的外挂呢 就是 你这时候就应该大声起来承认说 是的 你就是有跟这个女助理同居 而且呢 大家不要再猜了 什么只有一间浴室 谁先洗澡 谁后洗澡的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因为你一向都是支持菜马桶的 超前部署战略的 什么超前部署 就是现在中南部不是缺水吗 你很早就已经知道 中南部会缺水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你早早就训练自己跟这个助理 根本就不要分开洗澡 要洗就一起洗啊 干嘛分开洗 一起洗才省水嘛 这就叫做超前部署 大家懂吗 而且呢 万一洗着洗着洗怀孕了 那也是符合菜马桶的政策啊 什么政策呢 就是我们菜马桶不是前几天才宣布说 他要拨每年1000亿的预算 让0到6岁的小孩都让国家来养 目的不就是为了要鼓励台湾人 要提高台湾的生育率 大家要努力生小孩 才能救台湾这个生育率 现在是复苏了这个状况吗 因此呢 要是你跟你的助理 洗着洗着洗出怀孕这件事情 那岂不是也是刚好配合菜马桶的政策 你们就生一个小孩 然后把这个小孩从0到6岁就交给国家养 让民进党养 让菜马桶这个千亿的养育计划可以实施 不也算是功德一件吗 所以呢 最后这两个外挂 一个是一起洗澡 一个是一起生小孩 假如这两个外挂开成功的话 那你就可以跟菜马桶三户万岁 而他就不会再对你下手了 只不过呢 我还是那句话 要是菜马桶还是一心一意 要犯二 要把你的人头拿去给老公 以作为跟老公谈犯的基础的话 那我只能说 好吧 那你就壮烈承认吧 反正无论如何 你都是为台湾人而光荣牺牲的 所以呢 要是你不知道该怎么致敬的话 那很简单 五金行一个麻绳的价钱不到100块 要是你买不起的话 那这笔钱 我是非常乐意帮你出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